好,我們又回來了 又一集 沒錯,我很高興Benjamin繼續在這裡幫我們繼續做 做得多少,我得多少 做得多少,我們正代的另一拍檔,高迪娃 早一回歸,早一回歸 喜歡她,早一回歸 好,今集就講一些比較有趣 就是幾個月前,我有一個親戚 親民戚友,從香港過來 她以前年輕時是做製片 她製片過的電影都很多是大片 尤其是霸王花系列那些是有分做製片的 所以剛剛她來住的那段時間 剛剛楊子晴小姐拿獎的時候 她就很興奮,因為她拍霸王花 楊子晴拍霸王花的時候 那部電影就是她有分做製片 所以她也認識楊子晴他們的 她就說,哇,她很興奮 她說,我當年又怎樣怎樣 就是在那裡催去一下自己 這樣 而且她年輕時 她認識了一群的 八十年代的一群的藝人 當中來說,她有些比較朋友 比如大張明,她是比較熟悉的 她是比較熟悉的 以前郭爾顧,鄧碧雲,阿媽打 也是比較相熟的 你知道她認識這麼多圈內人 加上她自己當時做製片 經常在片場到處抱 所以她更加會知道很多 在影視圈裡面的一些靈異故事 但是她年紀太大 她現在都差十歲了 很多人都忘記了 很年輕而已 差十歲 但因為她是記性不太好 懂得多 變成不是太記得 那是女士來的 這位... 這位阿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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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暴露新聞 沒有暴露新聞 她曾經也說過一宗 挺有趣 跟我印象中 我之前聽過差不多 就是什麼呢 就是 阿媽打在身的時候 跟她說一下 以前的粵曲、戲牌 那些神怪事件 特別多 因為舊一輩那些 先人喜歡看粵劇 對 他們有很多儀式 要做了不做就糟糕 對 譬如他們每次開台戲之前 在後台 一... 即是說那天 之後 陳祖要摘個吉時 就要拜華光師傅 還要祭白虎 對 那才可以 保證當晚 演出成功 順順利利 對 很奇怪的 我師傅曾經說過給我聽 他們做的儀式 八華光一定不少 祭白虎也一定要做 我師傅就說 他們做完祭白虎的儀式 最後的動作就是 將肥豬肉 因為有肥豬肉 就會丟到台底裏 但是那肥豬肉 是沒有老鼠 沒有蟑螂 沒有東西去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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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敢攪那肥豬肉 因為你攪了就很糟糕 聽說的 嗯嗯 當年來講 馬雅達也說了很多 但因為他很印象中 很多人都忘記了 發生什麼事 我記得一宗 類似什麼呢 關於是民國初浮的時候 一個傳說 當年來講 剛剛 國父 要破迷信 之類的 不再信了鬼鬼實實的事情 所以當時來講 那些刀馬彈 那個年代 有試過一個戲八開戲 嗯 因為要破除迷信 他們開戲之前 就沒有拜華歌 沒有祭罷苦 什麼都沒有做 晚上就開戲了 嗯 怎料那一宗就說 就是這樣 就糟糕了 嗯 當時他們首先 來了 就出場 假大輪 有些沒有六角大風相 那些什麼 我不是太認識 那 那當時 那一場戲 其實 就是 不是太多人 因為那一場是 那些什麼 試戲 還是怎樣的 那些什麼 六角大風相 那些 我所知 我媽曾經說過 給我聽 她說 六角大風相 六角大風相 他們在開場 做第一 通常他們做大戲 第一場 不是給別人看 是的 就是 有些人就說 通常他們 那幾行沒有人敢坐 嗯 給那些東西坐 嗯 也有人解釋過 那些不是給那些東西坐 是給那些 有錢 貴賓坐 VIP 是的 但是那些VIP 通常呢 都沒有空來的 所以就刺了 但是會不會長長都是這樣呢 那有點奇怪 嗯 但是也都有 我媽媽曾經跟我講過 是說 曾經聽說過 一個傳聞就是 六角大風相 一開第一場 嗯 就 那些人出場 那你不知道下面的場 那些座位是怎樣的 一出場之後呢 不知怎樣做到那樣的 看到很多人的 全部滿了 嗯 然後做到某一個位 我忘記了我媽媽說過是哪個位 做一做那一幕之後呢 重了一聲 水淨河飛是沒有人的 嗯 那些東西是坐在那裡看 是的 我媽媽曾經這樣說過 就是類似這樣 就是開電影之前 一群人就說 這場就沒有什麼人坐在那裡看 因為六角大風相不是主場 沒有什麼人看 他就在後台上摸出來的時候 都是小貓三四隻坐在後面 咬著 但是當他一上台一走 他就發覺 撞無虛席 嗯 那他就 打到突然 難道剛才我們 剛好 那麽短時間 在後台走上去之前 那些人就坐滿了 嗯 那他都沒有為疑 直至到其中一個 一個花蛋 不是一個蛋 就是 母生 嗯 在面前耍東西 耍那些鷹槍 那些東西 耍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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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甚至乎是七孔流血 再看真點 有些是沒有下半身 有些沒有手 有些沒有腳 那些沒有身 已經呆了 不懂得母女已經 定了格 然後呢 有些老寒磚在裡面 那些 一看到那些情況之後 第一時間就立刻 就拖著他 就拖到後台那裡 嗯 那那一晚呢 就暫... 那些演員有事之類 那一晚那一場戲 就暫停了 哦 那第二天 就敗完之後 才夠膽撞開氣 嘩 真的不夠膽 不做足才去做 因為他們很多禁忌 那些衣箱你不可以坐上去 尤其是女人不可以坐上去 尤其是女人不可以坐上去 關公 他... 即是做關公角色 一上個莊 是不可以說話的 是 就是他們有很多這些規矩 很多規矩 是 因為以前的歷來 戲行裡面 這些規矩 一壞了 通常都出事的 所以通常他們都會跟得很足 現在就少了 雖然香港都有這個粵劇演出 八和會館 他們都會有的 但是就比以前 跟以前的制度有少許不同 因為以前是 你如果記得 小時候你見過 我都看過一兩次 就是 他們會搭爬 在那裏 整個台 然後 那些人放椅子 就這樣坐 就不同現在 現在可能你進去 敦光宴 裡面看 是舒服很多 有冷氣 就不同以前的社會 所以他現在做的事 可能有少許會不同 都會可能會做 但是那兩件事 就是白虎 白華光一定會做 我知道 因為我以前說過 我表姐 我姑媽一家都是大戲迷 而我表姐 大表姐 她本身懂縫印 所以他也是 當時來說 他是尹伯 任劍輝百歲先 兩位前輩 他是尹伯的 頭號粉絲 亦都是他們粉絲會長 那些人 那些人 演得這麼大 演得這麼大 演得很大 他是負責幫尹伯 他們去逢衣 做衣 所以他們很多登台的衣服 都是我代表姐 有份做的 所以他經常 小時候 我每次去住的時候 任劍百一有開戲的時候 他們就要去看 又要照顧我 所以會帶我去看 所以我去過氣盤 那時候還是坐氣盤 在氣盤上坐木板椅 坐得其實不是太舒服 但我的表姐已經看得很開心 所以我就坐在路 跟他去看 其實我看得明白 雖然我小時候 但我又看得明白 然後還會跟著他做一些手勢 功架的東西 藍花酒店 之類的 但我想起 在這個搭牌的時候 其實他整個簡陋 很簡陋 你那個逢牌裡面 看電影的 那是氣盤 但我想起 當年在香港開埠的時候 曾經一宗很出名的氣盤大火燒死過人 我聽說過這宗 我聽過 但有沒有靈異傳聞 有 對 因為當時來說 我聽到我的長輩說 當時的傳聞 其實很多 其中有一部分 總之就是 其實為什麼會氣盤大火 就是那天 那個氣盤 開啟的時候 拜華光 就做少了某些程序 就好像你剛才說 可能他是忘記了祭伯父 終於做漏了事 所以才出事 而當中出事的其中一個情況 傳說是這樣說的 當時來說 是有一對父子 在看電影 他不是太懂得欣賞 或者是還未懂得看 他經常擔天望地 周圍看 他父親就很開心地咬著 以前看電影 咬著 咬著 咬著看電影 很開心 小朋友擔天望地 他就發覺 在一個棚架頂上 有一個人 就爬來爬去 他就跟爸爸說 爸爸爸爸 上面的棚頂上 有人爬來爬去 不知道搞什麼 爸爸就抬頭看 沒有啊 什麼人都沒有啊 沒有啊 不是啊 我看到叔叔 有白衣服 他說 不要啊 不要碰到我看電影 繼續咬著看電影 隔了很久 小朋友就游去磨 接著 小朋友就開始面青 開始害怕 為什麼呢 他就跟爸爸說 爸爸我不想看電影 我想離開 要回家 為什麼不要吵著我看電影 給我一次看電影 很重要 像兩毛子張飛 自前那個年代 好了 他就說 不是啊 我看到白色衣服的人 爬在天花 爬在棚頂上 在頭頂上 綁著兩支蠟燭 很奇怪 綁著蠟燭 爬來爬去 好像想點火 那種感覺 在頭頂上 綁著兩支蠟燭 然後 爸爸說 胡亂說話不要吵 他說不是啊 他就說 無論什麼都沒有 吵著蠟燭 那後來 小小子就哭了 為什麼呢 他說見到在座 很多人坐在那裡 發現他的頭都著火 他說見到很多人的頭頂著火 而這個是先兆 對 他很害怕 怕到有人會哭 因為是哭的關係 影響到旁邊的人看電影 那些人就吵了 你帶個年輕人出去 先休息一下 他說剛剛吃蟑螂就吃完了 好出去買個番薯 帶著小子走出去 轉頭不久 裡面就有很多人喊 對 有人衝出來 然後帶著氣盤 就著火了 整個氣盤就著火了 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 小小子可能看到 有眼看到不就知道 而那件事 可能就是那些髒東西去搞鬼 如果照 你剛才所說 可能做漏了東西 而發生這件事 有些人會覺得 做漏了東西 當然是一些神在那裡怪 迷信一些神靈在那裡怪 但其實另一方面 反過來看 會不會是因為沒有拜 沒有請到神靈 而那些人有機會 走來搞搞震 這就反過來看 如果以一個邏輯性去看的話 因為當時 因為這對父子的父子 說這件事出來 因為他們逃過一結 但當年他父子有沒有加鹽加醋呢 這就真的不知道 咬著滾石 當然有啦 哇 我不是那個兒子 告訴我救了我一命 我走不了 是啊 那就是說 其實在戲盤裏面 有一些規矩 就是可能 做少了 現在就很大 現在就是沒有這樣做 我真的不知道 現在一定會有做 而我想知道 他們一定會跟傳統做 不會不做 但是只不過不同的就是 現在我們很多時候 會進去戲院看戲 我都說過 我們這個 金...是不是金刀戲院 金刀戲院 在美國這邊 我有朋友 以前在那裏做... 做過... 就是... 一個就播片 一個就在裏面做清潔 那樣的 播片那個播完 當然走了 尤其是紫夜場 12點鐘那場 看完就走了 那些人都走了之後 我另外一個朋友 就去那裏清潔 那清潔 就跟媽媽一起去清潔 清潔呢 掃了一下地 突然抬頭 嘩 這麼多人呢 然後那些人呢 那些眼睛 就是好像死灰 然後之後呢 不是這個眼流血 那個口流血 然後這個 不是沒有一手 那個沒有下半身 就是那些 他立即低頭 然後之後 繼續掃 搞定了之後 很大聲喊 媽媽走了 就是他跟媽媽一起做清潔 媽媽走了 我們現在馬上走了 就是還未做完 但是現在社會 你在戲院裏面 都會有這些 但是 你不會去做中國人傳統 那種 就算在香港也是 不會去拜華光 制伯夫 你只是播一條片 你不是Live 這樣做 但是其實在戲院裏面 其實都是很多 因為他始終沒有陽光到 音氣比較重熱 而他那些東西很喜歡看戲 對 最主要是第八藝術 就是這個 搬演古人士 招夜古人來 這個經典的對白 我曾經 試過幾次進戲院看戲 都感覺到他們站在哪個位置 所以 他們不搞 他們只坐在那裡看戲 他都看而已 他不是搞你 即是你不要撩他 不要撩他就可以了 你不要撩鬼拿命 你撩鬼拿命 誰都幫不到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規矩就是要做的 有些事情 不過新一代 現在戲院裏面 即是 好像戲院裏面 做大戲那些 還有沒有做這些事情 我真的不太清楚 應該都有的 因為一定會跟回傳統的 尤其是老一輩那些 覺得不做的 因為曾經發生的事情 可能他們不是再 當成一種迷信 而是一種 傳訪的儀式 就是一種儀式 好像那些人開戲 拍戲之前都會 燒阿豬 對 燒阿豬 然後拜阿神 都會做 對 對 我想大戲都應該會 起碼放回燒豬 大家可以吃 對 我最喜歡吃 就是 OK 稍後回來 會說說 我這位親戚提供的 另一宗 發生在美國 的一些 大與藝人有關的靈異事件 我們休息一休 稍後回來 和大家分享靈異故事 回來見 你現在聽到 Cantocast.fm 一個以廣東話為主的 podcast channel canto cast.fm 去我們網站 或者社交媒體 和各大podcast平台 找更多podcast節目 好看 Cantocast.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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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則會想哭 一定不會哭 鬼童尼Wogi 順不順爐 歡迎大家收看 游鄰開始 wiek安 我是 Ken 和拍檔 Colin 和大家見面 在開始之前 記得要追蹤我們的Facebook 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每個星期上來六個六個 還記得逢星期一 凌晨凌時 收看我們由零開始 38.2台本地頻道 並通過星島電視手機應用程式 星TOW TV 24小時高清廣播 收聽星島中文電台新聞直播室 首次為你帶來一支新聞提要 美國軍艦日前在中國的… 星島中文電台現已成為灣區 最具影響力和權威性的中文媒體 我們是星島中文電台 優質的節目 無限的創意 靈活的現場直播 資深專業男女主播 深受聽眾歡迎 星島中文電台點綴生活 時刻精彩 一時紮雜工隊 星期五 任務 資紮移民錄 天愛有天 人愛有人 世界之大 無奇不有 你有沒有興趣知道世間上 各種不同的奇妙物語 資紮移民錄 帶你走進奇妙世界 資紮移民錄 出動時間 星期五 兩點到四點 好 那我們回來了 接下來就是講講 另外一些 與藝人有關的故事 OK 因為在古靈鵝出事之前 我跟他錄了一集 明解傳說 提過有一位藝人過來登台 住在酒店那裡 在酒店裡遇到很靈異的事件 但我那次是說錯了 我記得他心裡 我想起 他不是來登台 而是他過來玩 如果沒有記錯 他好像是大姐明 因為我忘記他講哪一個藝人 因為他講了一大堆東西 我不太記得 好像是大姐明 就是兩個來玩 我這位親戚 多時兩個都很年輕 兩個都很年輕的人 就來玩 住在酒店 他好像是Reno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OK 他說那天睡覺 就被人家砸 所以他看了一幅畫 裡面的東西會動 所以就要求換房 但我當時說 誰我忘記了 好像是大姐明 其實隨便吧 我所謂 總之他不是來登台 因為上次我說是登台 他好像不是來登台 他只是來玩而已 OK 我就遇到這樣的事情 另一單就是登台 這是什麼呢 當時來說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九十年代初 OK 我們都開始流行在賭場上 很多 那段時間我記得很多 請一些歌手來 在賭場上開過演唱會 中小營演唱會 在賭場上就是這樣 就是哄一些人來賭錢 當時來說 我這位親戚朋友 他就跟一位當年八十年代 很紅的一位女歌手 是很友善的 很友善的 每次他過來登台 他都是負責招呼他 幫他預約房 找地方睡覺之類的 那次他就過來登台 他又幫他預約一間酒店 好似在上次高迪安都提過 不如再說一次 這位歌手是女歌手 OK 有個方字 不說太細節了 那個方字在中間還是最後 哈哈哈哈 在頭 哈哈哈哈 方姓女歌手 大家都應該知道是誰 他最初是來住酒店 幫他預約了一間酒店 但追鬼而吊鬼的地方是甚麼 他下一刻第二天就不敢住酒店 就住了他家 因為當晚在酒店睡覺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表現 還沒開始 第一晚 那他就說 晚上他梳妝抬到梳頭 化妝 整個 卸妝 什麼鬼東西 然後他在鏡頭後面 就看到 有一群人抬著他走過 是中式的 他就覺得 這個才是最恐怖的 在西式的 在美國西式的酒店裡面 為何會有一群中國的人 抬著他走過 透明的 他靈著臉 甚麼都看不到 中國人的強大 哪裏都有中國人 他形容的畫面 就像中葵嫁妹 那種類型的 但這個最恐怖的地方就是 我為何會在美國 在西式的酒店裡面 見到中國式的靈體 他覺得驚訝 很驚訝 我覺得是很恐怖 大哥 你照做一些東西 可能見到後面有東西經過 是啊 他當然是害怕 只是害怕的 當中來說是很驚訝 為甚麼 好像 像跟鬼拖著外星人一樣 是很不適合的 一個畫面 正常的反應 人的本能 就是 看到這樣 立即轉著臉看後面 對 就是在那邊走過 他立即轉著臉看後面 就甚麼都沒有 但他印象中 看到時 是一群人 抬著一個中式的橋 在背後走過 可能他們不是在他後面走過 是在鏡子裡面走過 但他一看到他在後面 他看到自己的樣子 當然啦 但在鏡子裡面 那個空間過 可能他的鏡子 就是剛剛擺正那些 特別的五鬼位 可能他在那邊經過 那些人不在後面經過 是啊 不過他快死了 這個真是很 很吊詭的地方 這個靈異事件 你說一件半件經過白色衣服 長頭髮 這些很正老的東西 就覺得 都當看不到 可能都會害怕的 但他會說 整個站 抬著的橋 這樣過 那就真是 恭喜恭喜了 是啊 所以第二次他再來的時候 他就不肯住酒店了 但因為當時來說 我這位親戚 家裡也不太方便 沒有那麼多房間去招呼他去睡覺 還有路途比較遠 如果住在他家裡 要去登堂的位置 就非常遠了 三兩個小時而已 對 後來後期 有一次他來三藩市這邊登台 在三藩市這邊登台 OK 在三藩市 我不會很記得了 他不會說很細節 三藩市也只有那兩個地方 要麼就在 Vanera Sky的大劇院 要麼就在Operative Plaza旁邊 要麼就在美新堂 事大一道而已 對 我忘記了 總之是在1910年代的時候 OK 好了 那這次來 怎樣呢 幸好 我這位親朋車友 他又認識了另一位的朋友 OK 那我這位親朋車友 就過了 他原本以前 就不是美國人 即是他在香港 做製片 你知道吧 他有一次在八十年代 中後期 差不多 應該是八十年代初 八十年代初 他過來玩 和一班藝人過來玩 就認識了 當地的一位醫生 醫生朋友 這位醫生 以前是我首領大人的老闆 這位醫生朋友 兩位認識後就結婚了 所以才過了來美國 OK 然後他認識了 醫生 稍後會認識醫生朋友 當然 當時來過 他在這裏 認識了另一位 好像是做醫生的 退休了醫生 而他同一時間 他又搞很多 專門幫一些藝人 即是幫哪一班娛樂公司 即是每次搞演唱會 搞一些功能 他都有份贊助去搞的 所以他也認識了很多這些人 好 而這位醫生朋友 就很有錢的 OK 因為做了很多的現身 他就娶了一個太太 那太太才是跟他們這班 姊妹團特別熟的 那醫生其實就不算太熟 反而姊妹團比較熟 因為醫生太太 即大家都是醫生太太 當然是很聊天 很交流 因為自己認識一班藝人 很開心 一班 很威樂 是的 而這位醫生太太 富有得來 就挺有趣 在 Daly City 即是我住的這一頭 我住在Daly City 附近有幾個高一點的地方 即是Skyline山那邊 有些買了 當年來買了一個新的 Town House OK 現在我要做什麼呢 因為這位太太很喜歡打麻將 經常約三五支打麻將 那她的老公 就懶得他經常帶人 回家自己的家打麻將 就買了一個物業 買了一個物業在那邊 這間物業就專門給她太太 逢weekend 約三五支的那班師奶們 就走來這裏 那班太太們 就開桌 這個很正常 醫生可能想著 哎呀我買一個物業給你們 你們去那裏打吧 你不要妨礙我 我還在想剪哪條牆 真的正確一點 沒錯 好啦 她就請了人家回來 就整了一間屋 所以逢weekend 她就在那裏開局 當時來說 變成了一間屋子 丟在那裏 只用來打麻將 上面的房子 基本上 只要放幾張床 打麻將就累了 就可以盛下那些 如果有朋友來開派對 所以平時 是沒有人住 沒有人睡的 OK 那就陰氣重了 罪陰罪得好 對 當時來講 方姓呂說 找二人方住 這裡反正有三間吉房 就過來這裏睡 這裏去三盤柿又不遠 很快就到了 很方便 很吸引的 是吧 遲遲先 而且建了一間大屋 很新的 那時的新屋子 有自己屋 有自己屋 是吧 總之怎樣放都可以 有安全 又不怕遇到那些 不三不四的人 就非常開心 就走來睡了 第一晚的時候 我這位親親的朋友 就怕他一個人過夜 不習慣 就專門陪他睡在隔離房 那位女歌手就睡在主人房 嗯 那麼 但是睡完第二晚呢 他就要求跟他交換房睡 因為他就問他 喂 昨晚你有沒有事 我親家就說 沒事 睡得很軟 很開心 嗯 他說 他整晚被東西炸 嗯 被東西摸 以及扯走他的皮 嗯 嗯 就好像不讓他睡 覺得他好像霸了他床的感覺 OK 那第二晚呢 他就真的調轉了去睡 是 然後在隔離房睡 是沒事的 OK 但是我親戚睡覺的時候 他說他都發覺 好像有東西摸他 但是他就沒有他那麼大反應 摸他 是好像想扯走他的皮 所以他收拾在第二天晚上之後 他都不敢睡 他已經兩個一起睡 那間房 那個 那個 搞會那件事 可能都是露過的 因為他本身是全新的 但是他買了 差不多一年了 整年裡面本身沒有人住 晚上回來睡 對 而很有才 他發覺 他有一些男性的朋友 他借住那間房的時候 逢是男士 而是沒事的 睡過那間房 但是逢是來借宿一宵的那些 女士睡過那間房 都會不是發惡夢 給他搞 就是被人踢到床 被人摸 很簡單的那件事 可能是男的 對 而最吊詭的就是 試過一次 不是曆登台 因為他們認識王錦申 趙華茲的老公 當然王錦申 跟兒子一起過來 好像幫兒子來 搞一些 過來讀大學的資訊 就是過來看看地方 順手 免得租酒店 變成 因為趙華茲是不能過來 正在做事 所以他只有兩父子過來 那時候 那時候就住在這裏 認識的 借房睡 兩父子也一起睡在主人房 嗯 接著呢 我又七色八卦 第二天就去探那隻 喂 有事嗎 有事嗎 沒有啊 一覺睡到天亮 不知道多爽 就是說 從頭到尾 只是搞女士 嗯 男士是沒有搞過的 嗯 總之 逢是那間主人房 哪個女人睡 哪個都會被你搞 哦 那你也很難的 那醫生老公 又不會找別人 搞搞去 是啊 是啊 我還剪了腸 我只是打麻將而已 不是啊 他們搞多一點 打麻將就不睡 打麻將就沒事了 打麻將就沒事了 是啊 打麻將就沒事了 不過 他們事後想起 不是啊 在那間屋裡面打麻將 經常都會出現一些奇葩 譬如一些很辣吃到的壺 在那間房裡面都會吃到 這件事 就跟我以前 你記得我以前開過花店 是 開過花圃 那我這個花圃 日後是花圃 晚上是 晚上是鐵鬥 你也來那麼小事 你也來那麼小事 我永遠好像日後 晚上就約了一些朋友 就是在我店裡有草地 十三章 雖然我不到錢 麻將 天狗 什麼都一樣 冒險喝酒 什麼都齊 玩得瘋了 不知道夜總會 但是因為我家店 我一向都知道 經常有些朋友 經過出出入入 我們大家都見不少 那麼 逢是有這些 出入多的地方 在裡面那些 是經常會出現奇葩 嗯 譬如我們玩十三章 我玩了一整十三章 嗯 我見得最多出現一條雜龍 就是在那裡見過 嗯 一開牌 一條雜龍 十三章 嘩 我這麼大的兒子 第一次見雜龍 玩十三章 這麼久 然後經常 那些什麼 三條頭啊 呼二島啊 四條尾那些 經常出 一眼裡面出現很多次 報道啊 立刻要 是啊 打脈獎 什麼 十三腰 大四起 大三軟一點 因為我們平時是很難打到這些 我記得是有一次在那裡打脈獎 都是有 不知有大四起 有小四起 總之幾次 在同一晚裡面 是出很多這些牌 又你不是說你 就是啊 十三張 不是 十三腰 都要吃幾次 就是平時有些 很難才吃到一次過一次的那些 在一晚裡面 是出現十幾次 是很誇張的 那個頻率 總之你那個鬥呢 他又沒有搞你 是的 他就覺得這樣好玩一點 不是 讓大家開心 這樣精彩一點 那些人才會來的 不是 我看都看得過癮一點 哈哈哈哈 又你 又你 喂 好玩啊 所以變成就是 逢是 如果你在一個地方 玩這些娛樂 賭十三張也好 打麻將也好 同一晚裡面 不停出現很多這些奇葩的那些 我玩十三張更誇張 除了集龍之外 試過經常是報到撞報到撞報到撞報到 三家一起報到 還要是做莊的那個不報到 不用玩 可以邪到這樣 一會三家報到 六拼一半 三花 什麼 哇 總之你如果三家報到 如果莊藥報到 那 他都要輸的 是 是 但是他就特分了做莊 他做莊 三家報到 我好像都這樣 但是很多這些 很詭異的奇葩出現 哈哈 所以說 如果你的地方 你發覺你家裡 經常賭錢的地方 在一晚裡面 是不停出現奇葩的話 或者吃一些很奇怪的故事 那可能你家裡 當時來講是應該有些朋友 經過 有份參與 或者在看都未定 通常人們都會覺得 我黃而已 嗯 不管那些事 我黃而已 對 我是魚腩 我出名是魚腩 我是負責派錢的 因為每次我修練大人 當時他特別旺 他打傷了 他經常都旺 那一排 旺到就是 經常贏 贏到 整班朋友圍來玩的 贏到都不好意思 通常贏到這麼少 三家都幾乎 就是清倉 我收聽大人就說 你下場 你下場 為何要我下場 負責派錢 派回去 派回去 分給朋友 所以我是亂打 這是經濟學 但是當時我開地壺 居然開地壺 我摸另一隻 啪吃 然後整班人就開始咀嚓我 有找你去派錢的 哈哈哈 可以邪到 天壺地壺 我在我的店裡 是有人吃過的 嗯 是可以誇張到這樣 還是一晚出現幾次 都 都幾好的 起碼那件事 不會搞你 大家相安無時 不只知道你有娛樂性 不過製造更多娛樂性 哈哈哈 所以很有趣 不過只不過這件事 就是關於來過來登台 遇到親身體驗過的一件 幾特別的靈異事件 其實登台我聽過很多 基本上香港有很多 試過喬寶寶都見過 是是是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過一件事 他不知道去哪裏登台 在酒店睡覺 他感覺有事搞他 他就不要搞了 就是找一張被蓋著頭 然後搞得頂不順 一開一張被 已經很生氣了 然後看到前面那個 好像整個臉血都爛了 他害怕到不得了 我曾經聽過 這樣說過 是類似的 太多娛樂園一定會有 而且經常去登台 住不同的酒店 沒錯 10間裏面都有3-4間 會中的 因為你出去的 就是那個次數太多 還有可能一個人有一定的知名度的時候 那些靈體見到 咦 這個是認識的 咦 這個是見過的 就是出名的那單 就是劉德華和周星馳 有一個片場叫人買外賣的那單 是啊 真的你知道 有沒有吃好不吃好 就是那個奶茶 非常經典 OK 今天又時間到了 在這一集之後 什麼時候會再有新一集呢 我們在期待中 讓我找到一些 我有料 或者再有時間 我才會再偷一些時間 是啊 而升到二文龍那邊 我會找到一個 這麼矮氣的 不羞恥的朋友 來幫忙做拍檔 我才會有機會再出 希望大家 疑似期待中 是 就是你說 我們有餘再見 OK 下次見 下次有機會再見 OK 拜拜